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又到了 我们今天包粽子啦 在我们村里都夸我妈妈跟我嫂子包粽子好吃 今天我这个新手就跟他们学一下 我们这边包粽子的食材主要有糯米 还有豆子 有板栗 还可以放一些肉 肉一定要五花肉 我们包粽子的叶子都是在我们山上自己去摘的 选用的都是自然清香的若竹叶 若竹叶一定要用清水把两面都清缩干净 我们再用来包粽子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泡发糯米 因为糯米的话我们都是用一些 像糯米的一个干草 用来烧完之后 用它的水来浸泡这个糯米 给它浸泡的有点水分有点干了之后 我们再拿这个糯米来包 这样包出来的糯米的一个味道是非常香又Q弹 这里就是我们今天包粽子的食材 包粽子的时候选两片粽子叶 一片大一片小 光滑面是桥上 错开叠一起 卷成一个漏斗形 接着往里面放糯米 给它一定要压结实一点 我们再放一些豆或者是板栗五花肉 把它弄成一个三角形 我们把它弄成一个三角粽 然后就可以把它绑起来 绑得松紧要把握适度 每一个粽子都是手工精心包裹的 这些就是我们包好的粽子啦 现在用糯米干炒水 再给它浸泡一下 等一下就可以煮了 现在煮好出锅 看起来个个都非常的漂亮 好有食欲呀 我们这边包的粽子 为什么Q弹又粘性好 味道又香又浓郁 我们主要的一个食材 就是我们的一个糯米干炒水 用这个糯米干炒水 来浸泡这个糯米 这个粽子的一个色泽 也是非常的好看 所以这个是包粽子的重要食材 我们现在吃饭啦 今天我表哥还有我堂哥 都过来吃饭 祝每一位朋友冬午节快乐 身体健康 我们下期 rheinal灯米干炒水 我们下期八道咪 我们下期八道咪 然后我们下期六个人 再来的二位 放这个了 锅 필扇 出锅